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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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尊敬的义工 那么我们二十年来都是义工成就了我们讲堂的法会 师父在此被感欣慰 那么每一个组都已经驾轻就熟 所以操作起来也非常的得心应手 这个都是每一位组长的付出 还有所有的义工的坚持 师父仅代表文书讲堂常驻 特别的感谢无比的感恩 那么在去年发生了这个 逆坛在布置的时候 不小心电视压伤了 压到了义工 我非常的难过 还去上医院啊 所以这个不自主的安全还是很小心一点 电视啊重啊 有时候不小心啊 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也有人在这个厨房啊 或者是外面呢 煮这个大灶哈 大灶哈 有时候我去烫到啊 所以这个安全问题还是特别的小心啊 再来这个行堂主 他这个旁边这些公园帮的啊 因为他们呢不信佛 他们来这里啊只想用一个餐啊 那么佛啊制的是无哲大会 无哲大会就没有任何的哲子 也就是不管你是凡是圣 我们都接受平等的布施 不管你今天是男是女 我们也平等的布施 不管你今天来自于何方 我们不会遮止 这个叫做无哲大会 那么行堂主啊 处理的很好 因为他们那个数字啊 水平啊 也有的很好很守规矩 少数几个人啊 会比较异类 这个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不可能画一道标准 每一个人都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过日子 想要过一个世界和平的日子 一定要有从利心里面去了悟诸法本空 穿了这一双柔和的心 用柔和的心来过日子 才有办法世界太平 要不然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人的众生的看法 根气都会有不一样的 这正是给我们磨练的时候 那疫情做得非常好 在师父在这里非常的赞叹 疫情还有这些行堂主的 那么再来啊就是 我们这里的这些财务族啊 怎么样都非常的认真啊 那么口才也很好 那么最重要的呢 我们也很感谢潘正义啊 潘师姐 她是我们的领导者啊 居士的总负责人 我们呢也多多给她鼓励 那么明年的义工大会啊 你们就自己开 我是讲到不好意思 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义工大会啊 是大家的时间 那么这师父啦自觉频繁 每次来啊都要占一点时间 让占用你们宝贵的时间 我非常惭愧 我何德何能占用你们开会的时间 所以明年呢你们就自己开 自己开 那么如果经过问贱调查 结果如果说这个开会啊 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还是很希望见见师父 听听师父的开示 那么这个可以提出申诉 唉可以提出申诉 对不对啊 那么因为有的人那一年啊 一年一年来到文殊讲堂啊 只有一天两天 从来没看过师父 来看一下师父 因为他就不可以在记面里 凌眼镜没看的 供修没看的 照片没看的 都不可以看到 香香冒出来 似曾相似 厌贵人 我好像在哪里 有时候 有时候他想要看看师父 那没有关系 这个可以在商讨 商讨 这个没有 法无定法 只要你们的付出 师父非常的感恩 所以只要你们有所要求 我做得到的 我一定满大家的愿 哦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讲的这个佛陀的格言 它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 因为高深的任言经 明人且经第一地 不一定大家听得懂 可是这里的每一句话 它就立刻受用 马上就进入生活的现实问题 佛陀很快的单刀之路 就解决我们现实的生活问题 我们如果把佛陀所讲的这个 奉为归念 真理 那么我们生活起来 生命会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 佛陀的格言很重要 但是有一个有一面过来 有一面过来 一个义工一面过来 它的意思就是说 师父啊 这个佛陀的格言太浅了 那么是不是师父在 义工大会的时候 开始稍微深一点的 那么我的观念就是说 因为在这个义工大会里面 只有两个钟头 时间非常的短 你要讲大部经典 其实要一系列的讲下来 其实很辛苦 我也了解说 这个伊密尔的来 可能是水平很不错 说这个佛陀的格言太浅了 它可能是高水平的 意思就是 开始稍微深一点的 但是以师父的立场不一样 我们的时间这么短 才两个钟头 或者最多两个半钟头 那你要开始很深的 那么这没有像任言经症 一系列的上课下来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因此师父认为 在这里 还是受用 比较好 受用比较好 所以今天的每一句话 都是佛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你任何哪一句话 契入 哪一句话 能够 能够 误入 或者是 受用 那就不需 今天的 来开会了 那么这个 你们没有资料 我资料在师父的手中 所以今天 你们要情心灌注 心不要散乱 那么上次第四集的佛陀的格言讲到 第二十三小段 第二十三小段健康 那句 智者应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 舍弃感官的享受 使内心没有挂碍 再念一遍 解释一下 有智慧的人 会时时刻刻 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 心灵的污垢 就是所谓的执着 烦恼 无名 或者是分别性 这个就是内心最大的污垢 那么贪嗔痴慢疑 这个是习气的污垢 有的是后天性的污垢 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污垢 在《能切经》里面讲 叫做无始过妄 习气 祭早 就是这个众生 他莫名其妙 他就起惶恐 莫名其妙 他就起烦恼 无论真理怎么样安慰他 他都没办法 这个就是训练不足 内心的修行的点滴功夫 训练不足 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凡夫要叫他不打妄想 是非常困难的 见心的圣能 你要叫他打妄想 也是非常困难的 他没有东西了物诸法本空 就像六祖讲的 本来乌一乌 何处惹成爱 所以 同样是人生观 可是差距太大 你们有没有看到个报导 有一个乡下的阿伯 他看到那个 电线杆上停了很多的鸟 很多的鸟 他就拿那个楼梯很高 拿那个楼梯爬爬爬爬爬爬上去 就抓到鸟了 抓到鸟 抓到鸟的时候 结果不小心触到高压电 触到高压 触电的时候 晕了晕了过去 晕了过去 触碰到高压电 没有死算幸运 人家看出 上面怎么有一个人 躺下来的那个 因为刚好是接近电线杆 没有掉下来 结果站着 晕倒了 结果人家消防队赶快 去救他 你知道吗 救下来的时候 他的右手抓到那一只鸟 死直不放 一个人被高压电电晕了 手中的那一只鸟 他就是不放 这个就告诉我们 人类的执着是 非常可怕的 一只鸟能够值多少钱 它可以冒着生命去抓 可是就是死之不放 这就告诉众生要修行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嘴巴说一说而已 所以啊 智子应清除自己心灵的污垢 使去感官的享受 那这些感官的享受啊 都是错觉 无论你喝了多少酒 不能解愁 无论你看了多少部电影 不能解愁 无论你唱多少的歌 你的无名烦恼还是在 不是歌唱一唱就没有 哦 所以啊 要是内心的垃圾 心灵的污垢 全部除掉 我们现在的人呢 重视心灵的环保 重视外在的环保 简单讲 内心没有挂碍 心灵没有污垢 这个就是学活的目的 啊 啊 那么一个人 没有找到波勒智慧 和生命的意义的人 这个人等于没有活过 啊 我们常常讲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 这个人就活着 可是 这跟死人没什么两样啊 完全没有智慧 整天造业 整天人我示会不断 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过着沾沾自喜 啊 第159句 假如佛陀说 假如手上没有伤口 假如你的手上没有伤口 你就可以用手来拿有毒的东西 毒素是不会侵入没有伤口的手 同样的道理 没做坏事的人一定不会受恶报 这句话的意思 用意就是说 问题还是自己 啊 解释一下 假如手上 如果我们手上啊 割一个伤口 那么它就 细菌呢 就会感染 所以假如手上没有伤口的话 你就可以用手 来拿有毒的东西 这个毒啊 是不会侵入 没有伤口的 啊 所以毒素是不会侵入 啊 没有伤口的手 同样的道理 没做坏事的人 一定不会受恶报 好 接下来 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念头和行为 将决定你下一辈子的投胎环境 如果啊 我们能够善业清静 深静 语静 意静 同时一心念佛 在灵命中的时候 他就没有中阴身 往生极乐世界 跟西亚地义的人 没有中阴身 也就是说 你的善力 善的念力 太强了 太强了 因为你这一辈子 身口意 从来不去造业 只做功德 只行善 内心的念头 完全是正确的 佛的正知正见 那么在你离命中的时候 离命中的时候 就像转账一样 ATM转账一样的 我们这一口气断了 这个色身败坏了 我们的神势 立刻 在极乐世界的莲花池 就会莲花化身 不需要经过中阴身 因为那个速度之快 就跟转账一样的 人没转 立刻就到 台北转 立刻就到 所以我们呢 无论如何 想要了生死的人 听到佛法 听到正法的人 一定要给自己机会 千万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要致敬其意 所以你今天的念头 和行为 将决定你下一辈子的脱胎 我们想要离命中 更自在一点嘛 那就记得要做善事 要好好的多念佛 起心动念 完全是好的 没有一点恶念 第160句 有活力 常思考 行为清净 能明辨是非 同时 自我耶稣 依照真理 过生活 能自我 警觉 而不放逸的人 必定会更健康 解释一下 有活力 佛陀重视的 不只是心灵 不只是心灵 而且很重视身体的健康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的生活 跟佛寨寺是不一样 佛寨寺 像我们披自动 袈裟的人 是打赤脚的 没有穿鞋子的 没有穿鞋子的 真正的 真正的比丘 是不穿鞋子的 那我们现在啊 佛法传到 汉地来啊 经过了2500年 我们不穿鞋子 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我们现在的环境也不允许 像那个马路啊 马路啊 有时候我们呢 到夏天的时候 40度 30几度 对不对 那个马路那么烫 那也没办法走在马路上 所以我们呢 现在大家 每一个比丘 都是要穿鞋子 那么佛陀尊寺在世的时候 没有用车子在代步 你看看 阿含经的记载 都是用走路的 活脱度众生 全部都是用走路的 而走路打赤脚 而已以前呢 石头也多 碎石头也多 所以这样走路走路走路 像刺激脚底 刺激脚底 刺激脚底按摩 刺激脚底按摩 这个也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很深的含义的 所以佛陀当时在世 当然也有病的比丘 但是佛陀呀 他们用这个 行起的方式 走路的方式 刺激脚底 也很健康 所以有活力 要常思考 冷静的意思 常常思考 行为清静 行为清静就是 身口意 不造作任何的恶 能够明辨是非 这个就表示 常常听佛讲的 听经文法 就能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 同时呢 要自我耶稣 这个自我耶稣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这样 在佛的比丘界里面讲 出家脑他人 不明为撒门 也就是 比丘要自我耶稣的 出家人 永远不可以去困扰 任何一个在家居士 乃至于其他的比丘 你今天一个比丘 困扰别人 就不算是一个佛陀的好弟子 所以要自我耶稣 同时呢 要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依照真理 就是活在一个法 的心灵之下 活在真理佛陀教法的真理之下 真理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幸福快乐 和解脱 我们世间人呢 所谓的幸福 就是儿子满堂啊 金库啊 很多的金银财宝啊 银行布置里面呢 放很多很多的钱啊 这个叫做幸福快乐 但是在佛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是无常法的 他会消失也会败坏的 所以一切 佛劝导一切众生 凡是佛陀的弟子 应当活在法的喜业 当中就是要依法 他心中才有幸福 才有真正的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真理 没有法 那么这些如梦幻泡 引起的这个事件 就没有所谓真正的幸福跟快乐 所以为什么要习佛呢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呢 也就是说要得到 更确定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和享受这一份真正的快乐 快乐 所以世间人以望为真 用这个望 追求虚望的东西 他以为是真实的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会过快乐的日子 而那种乐是麻木 不觉悟的乐 享受一下 短暂无常的 那么这个乐 到最后有时候就会深悲啊 就有一个 16岁的女孩子在网路认识一个当兵的 24岁 差了8岁 哎 结果这个啊 品邪金佑的小女孩啊 不欣赏这个当兵回来的这个24岁的 说要分手 就被人家砍死了 后来那个男孩子也自杀了 也自杀了 如果今天他有学佛 他就了解言起法空无自信的 比如说 如果这个男孩子 能够退一步想 拥有他 不一定很幸福 的未来吧 这现在的众生年轻人 他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 这个观念稍微一改变 时空稍微一改变 就完全无法承受 这个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了解诸法 本来就是因缘生 有缘嘛千里就会来相逢 无缘嘛对面也不认识 那么就知道 严起严灭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不能勉强 勉强就会有压力和痛苦 那么一个学佛的人 不应当给对方压力和痛苦 所以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能够自我警觉而不放异的人 这个不放异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放异 那么身口依旧不懂得收敛 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往外面奔走这个五一六成 他收不回来 所以啊 紧急而不放异的人 那 那么 就会越来越 身心就越来越健康 这一句再念一遍 第一百六十句 有活力 佛陀说 有活力 常思考 行为清净 能明辨是非 同时 自我耶稣 依照真理来过生活 能够自我 警觉而不放异的人 必定会更健康 第一百六十一句 预防 胜于治疗 有智慧的人 能洞察 什么是恶念 什么是恶行 什么是恶因 便立刻停止 不去照做 而一切凡夫众生啊 等到苦果现前的时候啊 他才悔不当初说 早知道不应当这么做 那来不及了 苦的果报已经现前了 所以第一百六十一句 是预防 胜于治疗 那底下是 师父的解释就是说 有智慧的人 能够洞察 什么是恶念 什么是恶行 便立刻停止 不要去照做 这预防胜于治疗 第一百六十二句 医生在开药方 或进行治疗以前 必须先确定病症 那同样的道理 要先扬佛法 也应当彻底了解 对方的根器 和所需要的 到底是合法 再解释一下 再解释一下 这医生在开药方 进行治疗 你要知道他是什么病啊 他是什么病啊 这就告诉 所有的佛弟子 听到正法的人 了解佛法 非常的好 一心一意 想让你视周围的人 来听经 来文法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期盼 但是你要看看 要看看对方的根器 要看看对方的时间 空间 还有年龄层 他到底能够接受 多少的佛陀的思想 如果年岁太轻了 你硬要把他拉来 最多也只能结一个善缘而已 所以有许多的母亲 或者父亲 强迫孩子要来写佛 诸位 一年不记住写不来的 所以啊 法治内心里面的 感动认同和对佛 法身三宝有信心 这个时候可以说法 但是万一没有这样的因缘 来 就结一个善缘来啊 向佛合掌 就这样子 所以向师父碰到一切众生 不随便说法给他听 有的人来到这讲堂啊 就请师父开示 那我跟他讲 三藏十二部经典 那么深 那么难 那么多 那么广 你到底要从哪儿讲起呢 那师父就跟我摸摸顶加持一下 那这个可以 这个简单嘛 这样比较快嘛 是不是 要佛法那么深 你从哪儿讲起呢 所以说 做法师的人 要看当时的时间空间 不然啊 像世间人 这一枝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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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人也没给你听 那这个法师 不懂得时间空间 自己练习口才可以啦 所以 做法师的人或者护法基士 要度你的家人 见识要看时间空间 所以说 你看我们度我们的家人 也是这样子 就度我们的家人 他们喜欢哪一个 就听他的吧 像我爸爸 他喜欢听另外一个法师的 讲台语的 他就蛮欣赏那个人的 而自己儿子出家 很少再看 那也没有关系 你听其他的法师受用就好 法不一定是师父 就像佛陀一样 释迦牟尼佛 有时候要去度这些 在家人 释迦牟尼佛上阵没有办法的 他一定要推派徒弟去 他在研究是徒弟啊 像派摄尼佛啊 去啊 牟尽连去啊 所以有时候世尊 有时候度不了众生 不是每一个人看到世尊 就会入道 他这个术世的因缘不在于佛陀 在他的弟子 不过能够引入佛法 也算是很好 不管是佛陀度的 或者佛的弟子度的 都是非常好 只要跨进佛门的一步 都一视同仁 我也是秉承的佛陀的教会 我并不一定要改变 我的兄弟姐妹 只要他有一人接触佛法 听到政治正经的法师 我都随许 佛法没有说 非我不行 这样就变成勉强了 第二十四小段 叫做施舍 第一百六十三句 田地因为杂草而荒芜 人们因为贪欲而受害 施舍东西给没有贪欲的人 将可以得到丰硕的果报 解释一下 我们种的那个田 那个田地 田地 我们不种的那个田地 因为有了杂草而荒芜 也就是放着 没有去种植 经济效益比较好的 懒惰也不去除草 所以他就杂草 荒芜 荒芜的这片田地 那么人们因为贪欲而受害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贪欲是心中最难除的杂草 贪欲 我们内心里面的贪欲 是最难除的杂草 所以人们因为贪欲而受害 而贪欲却是人类心中最难除的杂草 多少要贪一点 多少都是会为自己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 施舍东西 给完全没有贪欲的圣人 将可以得到丰硕的果报 所以以前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 这句话刚好颠倒 真布施要怕假和尚 好的种子 一定要放在最优良 最肥沃的土地 他才会有收成 你不是一个假和尚 他也没有按照佛陀的借力 来出家受戒 来欣喜真理 他拿了那个钱 到底去做什么 没人知道 所以真布施 是要怕假和尚的佛陀 为什么告诉我们 施舍东西 施舍布施 给完全没有贪欲的圣人 这个将来的丰硕的果报 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布施给如佛一般的圣人 他的果报是无可穷尽的 好的种子 一定要放在最优良 最肥沃的土地 他才会有更多的收成 同样的 我们的布施金钱 无论是哪一种布施衣服金钱 一定要布施在正法 是真正的修行人 第一百六十四句 布施有三种 第一种是财务上的施舍 第二种是真理的布施 第三种是消除众生的恐惧 第一百六十四句 布施有三种 第一种是财务上的施舍 佛陀就比喻 在经典里面 我有一次抓到了一把种子 抓到了一把种子 就往口袋里面放 说 弟子们 我现在把这个种子放在口袋里面 这口袋里面 将来会不会有所收成 那大家都知道 这种子放在口袋里面 怎么会有收成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把这个种子散播出去 金钱就是像种子一样 你越布施 它就越丰硕 但是这个当然要衡量自己的钱财 能力 你没有这个能力 做了那个负担 压力 那么这个佛不认同 比如说今天要做水路的 打水路 法会 那么 你尽力就好 你的力道 力量到底有多大 比如说 你现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你一定要布施十万 那去借钱 来做水路法会 这个佛不允许 也不认同 因为还要去贷款 不需要 我硬要做十万的 是为了面子吗 还是为了什么 有的人他非常执着 非常执着 我们尊重他的简直 他去贷款 来打水路 可是这个在福法来讲 是佛所所不认同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必要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水洗一千块 他做得到 这样佛陀说 所有的功德 在洗业的心当中来完成 意思就是 有洗业的心 他才有所谓的功德 今天你把自己搞得负担那么重 超越你的能力 没有洗业的心 没有洗业的心 那个得不到功德 得不到功德 所以我们也不时出去 要看自己的能力 不时出去以后 就不要再后悔 再管那些后续的 所以有一个老菩萨 布施的师父的果冻 师父 我的果冻你能修到 梦得一拜 再来 师父 果冻好者 梦得一拜 这师父 再来 那果冻你能修到 你不知道吃的 喝完 问第四拜 这老菩萨很慈悲 但是 看到他都说 他那位说 我就说 好吃 不可以再问 拜托一个果冻 三四遍 不可以再问 安得好 所以那个师父出去的 不要一直 挂碍 以后的后续动作 舍出去的东西 就不用再问了 第一个就是 精切财务上的施舍 第二种 就是真理的布施 这个是出家在家 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 今天你只要承认 我们是释迦摩尼佛陀的弟子 我们有这个任务 把这个佛陀所讲的真理 不是给一切的出家众 一切有缘的众生 一切在家居士 这个真理能够让人家解脱 而且不能吝啬 以前的人拼了老命 死生命 都要求得正法 求得解脱的真理 今天我们可以轻松的听到真理 那么更应该把它推广 有因缘的话 就在不管你什么职业 都要把这个正法的真理 好好的推广出去 第三种是消除众生的恐惧 简单讲就是一个佛弟子 不能让众生有所恐惧 比如说用行动暴力 像这个电视常常报道的 地下钱庄 报道的 借钱 向人家借钱已经很辛苦了 还不起就更辛苦了 他去银行借钱 他没有这个条件 人家银行不借他 他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要向地下钱庄周转一下 到最后都非常惨 有一个人不知道 向地下钱庄借了一百万 结果还多少 还了一千两百万 人家还不罢休 就一直还 一直还 一直还 利息 一直还 还不完 他不还的那一天 人家就要干掉他 就要杀掉他 所以说我们今天 是所有的在家居士 所做的事情 要很小心 地下钱庄 当然 我们佛弟子 不应当做这种工作 再来还有就是记者 也要特别的小心 你家里人 如果有人干记者的 要很小心 这个记者 好的很多 但是你要碰到 那个记者 因为他的笔 是太厉害了 他一写 一发行 明天就几百万份了 真的假的 人家没办法求证了 没办法求证了 好了 第165句 高尚的人 试试东西的时候 心中不存有任何意图 或者是目的 这种不求果报的试试 所产生的功德 是很难测量的 也就是说 高尚的人 在布试东西 心不存在有任何的意图 或者是目的 就是我布试 那别人 要多少的回馈给我 或者是 我想求的什么果报 这种不求果报的试试 所产生的功德 是很难测量的 就像虚空 无量 无尽 无边 第166句 肉体 不是真正的我 因为假如肉体 是我的话 身体就可以自由自在 而不生病了 可是事实不然 我们的身体 随时随地 都会生病 第166句 肉体不是真正的我 佛陀告诉我们 一定要了解 照见五印皆空 这个肉体的色身 是生灭法 是无常法 是会变灭的 所以这个肉体 不是真正的我 因为假如这个肉体 你是我的话 身体就可以自由自在 而不生病了 但是我们没办法 这个身体完全不自在 所以人一出生 就已经受到 业力的牵引 但是我们不像世间人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佛法不承认这样子 佛法认为 生命是可以自己主宰的 命运是可以自己 掌握的 这样才要写佛吧 那一切都归咎于命 那我们还修学 修学什么佛呢 所以啊 生命也好 命运也好 都是可以自己自主的 第167句 当无我的信念 生殖在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 也就是当一个人 生信无我的真理的时候 他的内心并可因而达到绝对的宁静 沉着 和更泰然自如的境界 这句话特别的好 第167句 当无我 就是一切法无我 了解 人无我 法无我 一切法空无自性 延起无自性 所以当无我 这个真理的信念 生殖在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 一切法无我 那有什么东西 可以贪婪 有什么东西 可以执着 那么一切法无我 那有什么东西 你在灵命中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呢 在座主委 聪明的人会带走善业 愚痴的人会带走恶业 这个东西带得走的 业如影随形 所以在座主委 你想要 下辈子日子更好吗 那就记得一定要带善业而走 所以 有的法师啊 基士啊 看到师父在布施这个法 吓一跳 一印 就是一千万 一花 那都是算益的 师父你为什么这么坚持 对法的推广 如此的坚持啊 你身上不要留一点钱吃饭吗 吃饭够了就好 那你想想看 我今年快六十岁了 你命中要带善业而走 还是要带恶业而走 很简单的道理 今天 一个出家人 吃住都没问题的时候 多出了钱要做什么 是要把它留在身边 变成恶业 还是要赶快把它 为佛为法 为生为众生 舍出去 变成善业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世间人讲说 你要学习的 我也要学习的 哪一个出家人要带恶业而走 所以这个钱 是身外之物 只要吃 住 够用 我们这个团体 还有分宴 当然一些建设 建筑 够用 其他的钱 一力舍 为什么 很简单 这样才会有无量无边的福德 汇集 正法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哪怕今生今世 开示几句佛法 让这个众生 听到了一句 两句佛法 因而身心得到解脱 你看这个功德有多大 所以师父一辈子 就是做这种工作 我也很少在盖这个大庙 人家一个庙盖起来 道场盖起来 听说是几十亿 几百亿 我们没有办法 那么有的人 专做放生的工作 有的人专做摘生的工作 有的人专办法会 有人专办学校 那么师父在这里都随喜 都赞叹 那我惠利 只是一个小和尚 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那么我们只能 尽一点点绵薄之力 正法今天不做 明天就一定会后悔 所以本着这个信念 所以师父非常坚持 这个法 一定要传 因为一切法 无我 能够生殖人心 这个真理 生殖人心 身心无我的真理的时候 这个人所过的日子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快乐的 都是解脱的 都是无所住的 帮助一个人快乐解脱 得到幸福 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坚持 不失 真理 远远 比不失 其他的东西更重要 人类因为有真理 活着生命 它才会有意义 如果没有真理的信息 人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活一天 算一天 什么是人生 完全不知道 我们今天有了真理 那活的命就 完全不同 生活也完全不同 所以 当他了解无我真理的时候 他的内心便可以 因而达到 绝对的宁静 你看 诸位 有了真理 有了智慧 这个绝对的宁静 他就是绝对的幸福 世间的幸福 就是希望老公对他好一点 或者是要不然 就是讨一个 好一点的老婆 或者生几个 可爱的宝贝的儿女 这个就是最快乐的 可是这些都是 无常化的东西 空无自信的东西 未来还不一定会孝顺你 所以 真正幸福 是心灵绝对的宁静 一个人真正的幸福 要建立在真理 而真理 就建立在绝对宁静的心灵 那么 绝对宁静的心灵 就因为拥有真理 而达到真理的解脱 他的心灵就绝对的宁静 这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这个人就会沉着 和更泰然自若的 面对一切境界 所以 延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再念一遍 第167经 当无我的信念 深植在一个人的内心时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 深信无我的真理的时候 他的内心 便可因而达到 绝对的宁静 绝对的沉着 和更泰然 自若的境界 完全 不受外在的影响 第25小段 友谊 112页 我这里 第168句 称致的友谊 味道结佳 诚恳 我们说 诚恳 称致的友谊 味道结佳 换句话说 这个世间 是有真情的 这个世间 是有真爱的 这个世间 好的人多 坏的还是比较少 那么 当我们一辈子 不用虚伪 跟人家交往的时候 坦诚相见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诚挚的友谊 所以 要从自己 诚恳 的交往 无私的奉献 才有办法 交到最好的朋友 所以这个 诚挚的友谊 味道结佳 在座诸位 一个人这辈子 没有好的朋友 这个人将会 孤独而死 没有 没有可以谈心的对象 所以诚挚的友谊 味道结佳 这些家说 要判断 一个人的好坏 可以先了解一下 他事周围 所交的朋友 佛陀 告诉我们 有两件事情 很重要 一 要良师 二 也要义友 要良师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大善知识 来依止 第二 要义友 就是你生活的事周围 这些 都会帮助你 帮助你的 要义友 无论在金钱上 无论在真理上 无论在感情上 都能够 同心协力的帮助你 都能够跟你的看法一致 而且你真的是很真诚的为他 着想 他也会为你着想 那么这个朋友真的是难能可贵 所以交朋友 也需要一点 眼光 有的人就很糟糕 交了一个坏朋友 连命都没有 连命都没有 所以168句 就是诚挚的友谊 味道绝佳 第169句 旅行时 假如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好 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个儿 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你看佛陀叫你要选择朋友 是有多么的重要 解释一下 比如说你要去外面旅行 旅行的时候 假如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好 或者是相等的伴侣 至少水平要跟你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出外旅行 你选择的伴侣是很高的 水平很高的 很有修养 很有邪务 很有修行的 那么就会一直提升你 一直提升你内在里面的境界 因为他讲的 法或者讲的话 对你很受用 一辈子受用 所以旅行的时候 假如没有找到比自己更好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己一个人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也不要跟愚痴的人作伴 这个愚痴的人是非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所以有哲学家讲 连于智者下受鞭杖 也不愿被愚痴的人赞叹 这一句话讲得跟佛一样 再解释一下 联合 于智者之下 有大智慧的人之下 我愿意受鞭杖 鞭杖就是一个阁 左边一个阁 右边一个方便的鞭 鞭杖就是一个木 再一个方杖的杖 鞭杖 鞭杖就是打 联于智者下受鞭杖 我联合在大智慧的人的坐下 受到鞭杖 鞭杖 也不愿意被愚痴的人赞叹 那个愚痴的人赞叹 有时候会害了我们 你还以为你真的有那样的能耐 再来 灵意智者同哭 不愿意语者同笑 灵验跟有智慧的人一起哭泣 跟有智慧的人哭泣 一样拥有真理 拥有真理 有一次 我讲了一句话 结果一个在家句子 他听不懂 在家句子听不懂 我说 如果 你是明心见性的圣人 人生面对悲惨和凄凉 也是一种美 简单讲 大物见性的人 凄凉也是一种美 因为他二六十中 世界全部都是美 我告诉你 人类要春冠百花开 就会心花怒发 人类众生 他就会去踏青 可是在万物凋零的时候 他就会显得 失气的朝气 失气的蓬勃 可是在大物的圣人就不是这样 大物的圣人 见到冬天 香色 寒冷 就知道万法 都是败坏之相 冬天有冬天的真理 所以 凄凉 对大物见性的人来讲 凄凉也是一种美 可是没有大物的人 就不懂得欣赏 他就不懂得欣赏 他一定要看到 百花怒放 开满了山坡 可是了解真理的人 就不是这样 了解真理的人 不管春夏秋冬 他都拥有真理 因此凄凉也是一种美 心境功夫到家的时候 全世界宇宙没有一样事情 是不美的 不美的 好 再来 所以 这句话再念一遍 旅行时 假如没找到比自己更好 或相等的伴侣 那倒不如自个儿 单独行走 也不要跟愚人作伴 一百七十句 朋友的禅语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一百七十句 朋友的禅语 禅语 你们会写吗 禅 就像左边一个岩部 右边一个下线的线 这个陷阱的线 对右边 禅语 这禅语呢 就是不是事实的好听话 就是拍马屁的话 恶意奉承的意思 朋友的禅语 就是恶意奉承的不实事 不是事实的好听话 拍马屁的人 这个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因为赞叹的实在是不实在 你这个人怎么样好啊 你这怎么了不起啊 他就对方就没有这个优点啊 你那个赞叹不对称 所以这个赞叹一个人 要有真实 不可以过度膨胀 或者是过度的赞叹 这样不好 所以赞叹一个人 必须要恰到好处 而且那个是事实 给对方一个勉励 有的佛弟子啊 邪佛邪到一半 人家说水洗功德 称赞如来 他就称赞一切众生 这众生也没有那么大的优点 他就一直赞叹 一直赞叹 赞叹到最后 对方挡不住了 动不掉啊 所以这个就不好的 这朋友的残疑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因为敌人最先看到你的缺点 所以佛徒告诉我们 我们要感谢你的敌人 就是每天跟你做对的 那个你要感谢他 现在大家都想做好人 很少人要做坏人 所以每天跟你过意不去的 我就是要找你麻烦 我就是要跟你过意不去 有的人好好的生活不过 跟自己过意不去 为什么 在家里啊 自己越想就越发怒 也没有人理他哦 也没有人理他哦 他就发神经一样 发神经在家自己想自己生气 自己想自己生气 就跟自己过意不去 再来 也跟别人过意不去 他什么事情都一直找别人麻烦 就跟自己过意不去 也跟别人过意不去 他就是要过这种日子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这种人 有叫他就是有 就是有 如果碰到这种人啊 你一定要感恋他的恩啊 他对你是有恩的 因为真上言有两种 一个是顺的真上言 一个是逆真上言 他就是视线逆的真上言 一天到晚找你麻烦的 跟你过意不去的 这个事明明没有他的事 我们两个在谈 人家他也要插一脚 对不对 不了解人家的来龙去脉 也要做 也不做客观的批评 他就认为 你怎样怎样不对 你怎样怎样 他就一定要插一手 所以这个人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啊 法无定法了 再念一遍 朋友的残疑 会败坏一个人的品德 同样的道理 敌人的侮辱 有时候也能矫正你的错误 所以要感恩 感谢你的敌人 第171句 你应当知道 下面这四种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一 遇到困难时 肯帮助和支持你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二 能通甘共苦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不是酒肉朋友 第三 能使你得到益处的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四 具有爱心和慈悲心的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就解释一下 这段有点长 现在这些佛陛叫你如何选择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选择朋友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了佛的这个理念 那么你选择朋友 就会得心应手 也不会选错朋友 第171句 你们应当知道 下面这四种人 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第一 遇到困难时 肯帮助你和支持你的人 才是真正的朋友 不会说碰到了困难 大家 平常讲得很好听 我就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是你的怎么样 我一定要 你不管发生什么 重大的事情 我听你了 讲得很好听 可是碰到困难 没有人帮忙 但是困难也要看情形 困难 看到对方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帮助你 比如说你碰到困难 你要跟朋友见 麻烦你先借我100万 阿弥陀佛 我要靠100万借你 这个困难不是说 无穷无尽的一种施舍 要求对方来施舍我